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是威力佐里。 今天,我很荣幸地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和想法。 我非常荣幸能够为你们服务。 最近,我去了一趟日本,为助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演讲。 我和太太在日本呆了两个星期,结束巡回演讲之后,离开日本,准备飞往韩国。 当我们刚刚走进机场大厅,一位女士就向我们要机票。 看过之后,对我们说,啊,我们一直在等你们了。 我觉得自己非常特别,对她说谢谢。 她说,让我们先去办理登机手续和行李托运吧,然后我会带你们过安检。 她把我们带到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 另一位女士从柜台里面走出来,对我们说,啊,我们一直在等着你们了。 这位女士帮助我们办理了所有的登机手续,然后她告诉我,让我带你们去到一个VIP房间,那是给贵宾们准备的。 听到这话,我感觉非常良好。 我想,他们这样客气肯定是因为我是美国人,肯定是因为我是演讲嘉宾,肯定是因为我买的是商务舱机票。 后来,我们离开了大厅,走到VIP后机室。 在路上,我们又见到了第一位迎接我们的女士。 走过她身边的时候,我听到她对那些人说,我们一直在等你。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她对每个人都会说同样的话。 VIP后机室里坐满了几种舱位的乘客,有头等舱的,有商务舱的,有美国人,日本人,还有韩国人。 所有人都被带到VIP房间里,因为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我们在后机室里喝了点饮料,一位工作人员走进来,告诉我们,登机时间到了。 所有的乘客,不管是头等舱的,商务舱的,还是经济舱的,不论是美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全部都坐下了一辆穿梭巴士。 先经过出入境,然后是海关,然后登机。 在车开动以前,我们见过的那五名女士,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快速跑步走向巴士。 他们没有走路,没有悠哉,游哉的踱步,而是快跑到巴士旁边。 在同一时间里,他们向我们鞠躬说,感谢你们允许我为你们服务。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告诉各位,我非常荣幸地和大家谈话。 我在全世界范围内旅行和演讲,但是和你们这样一群人谈话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特别。 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信仰,我不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对你们说,感谢你们允许我为你服务。 我希望通过这次演讲,能够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理念,如果你不认同我,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我相信有一个造物主,我热爱我的国家,我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敌意。 但是我很感恩我生活在这个国家。 另外,我还相信自由企业。 我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能够给予我们无与伦比的机会的社会制度里。 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成长,以便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来到这里,是向你们推销你们自己的。 我要向你们推销你们的目标,你们的梦想,和你们生命中的可能性。 我要在这里,向你们推销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生命中最好的还在后面。 不管你身处哪里,不管你是不是刚刚起步,不管你是翡翠还是红宝石,不管你是钻石还是皇冠大使,我不管你在哪里。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生命中最好的还在后面。 很多年以前,我还在我的生意里挣扎,绞尽脑汁地赚钱来支付账单。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美国各地演讲了。 每次我演讲结束,坐飞机还没有回到家,演讲费就已经花光了。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钱还没有到我的手,就已经花光了。 我还要继续为剩下的一大堆账单而发愁。 那时候,我应该是脸上挂着一个苦瓜像。 在飞机上的时候,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士坐在我对面,我们开始对话。 在谈话过程中,他应该看得出来我在挣扎中。 我非常辛苦地为我的梦想而努力,但是工作太痛苦,太艰难了。 他问我,年轻人,你觉得我有多大了? 我看着他,说,我觉得你大概有六十岁吧。 他笑了,对我说,年轻人,我已经八十八岁了。 我在全国各地旅行给人们做演讲,介绍健康和财富。 等一会儿,我会给你讲讲这些知识。 但是,我想让你明白,我已经八十八岁了。 但是,我生命中的最好日子还在后面。 女士们先生们,在那个时刻,我的生命中有些东西完全改变了。 那个老人家已经八十八岁了,而他居然还告诉我,他的未来日子比过去更美好。 那,还有什么能够阻止我追求自己的梦想呢? 就在那一天,我告诉自己,够了,够了。 我生命中的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 我开始努力工作,开始放大梦想,开始发展自己。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决定我将来成为什么样,以及做什么事情。 在那一天,我决定要变得更好,我要增长自己。 我知道,能够在人们面前演讲是一回事,但要活出我所说的事情,这才是关键之处。 我要活出来,我知道,我要变得更好。 我知道,如果我想得到更好的孩子,我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我知道,如果我想得到一个更好的夫妻关系,我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 我知道,如果我想在生命中获得更大的成功,我就首先必须变成一个更好的威力佐理。 然后,我就开始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我开始读书,我开始听录音带,培养这些习惯,几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我开始发展自己,让自己变成一块海绵,参加研讨会,参加大型聚会,参加所有我能够参加的聚会,疯狂地记笔记,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提升自己。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如何把自己带去更高的级别,如何通过提升你自己来提升你的生意。 我想问各位,在座多少朋友是准备好去活在自己的梦想中的? 我希望大家跟着我大声地说,威力,把我的梦想推销给我吧。 威力,把我的梦想推销给我吧。 各位,今天晚上,我要把你的梦想推销给你。 各位,今晚,我要和你们分享我的几个想法。 我想和你们分享三个第一字母开头的词,它们能够决定你的命运。 三个很简单的字,第一个D是梦想,第二个D是决定,第三个D是行动,梦想,决定,行动。 第一是梦想,我们今天已经听到很多嘉宾谈到,梦想是多么有威力,但我们再怎么听也是不够的。 我不管你已经听了多少次,你永远也听不够,我也永远听不够,因为我知道,只有那些把梦想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思想和灵魂的朋友,才可以把自己带向一个更高的级别。 你的梦想是具有强大力量的。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美大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迈克尔,你为什么会成为如此出色的篮球运动员呢? 他告诉记者,上中学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不够出色,被学校篮球队拒之门外。 回到家以后,他有了一个梦想,想诠心在篮球事业上做到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决定向那位教练证明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刻苦练习,最后在赛场上证明了自己。 杜克·艾林顿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会成为如此出色的音乐家? 他回答,因为我做很多很多的梦想。 沃尔特·迪斯尼被问到,他是如何创造迪斯尼乐园的? 他曾经两次精神崩溃,破产之后卖掉房子,持去车子,流落街头一段时间。 他回答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穆罕默德·阿里被问到,他是如何给全机行业带来如此革命性改变的? 观众们蜂拥而至的去看他的表演。 他说,我有着想象力,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格。 人们如果不是喜欢的要命,就是恨之入骨。 那些喜欢的要命的人来看比赛,希望我打赢。 而那些恨我入骨的人来看比赛,希望我打输。 在这个时候,赛场上坐无虚席,所有的门票都卖出去了。 爱因斯坦说,你的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得多了。 我希望你增长你的知识。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放大你的梦想,去梦想,在你的生命中,什么东西是可能的? 梦想就像种子。 你挖一个坑,放下一粒玉米种子,盖上土,浇上水。 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就会长成一棵玉米植物。 你会收获很多个玉米。 你把一个橡树种子种在地上浇水,几年以后,它们就会长成一棵橡树。 梦想也是一样。 如果你在心中创造一个梦想,给它浇水施肥,你的梦想就会成长。 任何东西,只要你的大脑能想象出来,你的内心相信的话,它就能实现。 但你要不断地为它浇水。 你要告诉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你要不断地说出来,向自己承认这一点,强调它。 每一天都要强调它。 不管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不管天气如何,不管境况如何, 你每天都要这样做。 当你每一天都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梦想就开始成长,开始发芽,开始开花。 然后,你要留意周围有没有杂草了。 梦想周围的杂草会阻碍你的梦想,窒息你的梦想,扼杀你的梦想。 我把杂草称为梦想杀手。 梦想杀手和鬼怪杀手的工作是一样的。 鬼怪杀手的工作是捉住和杀死魔鬼,而梦想杀手的工作是消除和扼杀你的梦想。 这两者的区别在于,鬼怪杀手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 你在几公里以外,就能把它们认出来。 他们舌头伸得很长,手里拿着激光武器,穿着奇怪的服装,非常显眼。 而梦想杀手不会穿这些奇怪的衣服,他们看起来和你的邻居,你的亲戚,你的家人,甚至你爱的人非常相像。 当他们打击或者贬低你的梦想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恶意,他们只是患有生命可能性失明症而已。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梦想。 在座的朋友中,有很多人完全可以,完全应该在几年之前做到钻石,但是因为受到周围朋友的消极影响,他们没有那么努力去尝试了。 你们有多少人是开始这个生意后来停下来的? 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曾经放弃了这个生意,但是听了我的一盘磁带以后,或者听了莱斯布朗的一盘磁带之后,又重新开始了。 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他参加过我的一个演讲,当时我在天哪西州纳什维尔演讲,他说他在这个生意里坐坐停停,进进出出,一直不断的挣扎,但是没有任何进展。 然后他听到我说,只要我真的去相信,去超越自己固有的思维,只要我真的去相信,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他说,他买了很多我的演讲磁带,以及我写的书,不停的听这些磁带。 他说,他需要这些来改变他的信念系统,因为他知道究竟是什么阻碍着他。 他说,我渴望得到成功,但是我的自尊不让我去得到成功。 我的朋友莱斯布朗说过一番话,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想请大家把这段话记下来。 他说,赚一百万美元最难的地方,不是赚一百万元本身。 让我赚到一百万美元最难的地方,是相信自己,来自这样的背景,也能赚到一百万美元。 他说,他没有上过大学,高中甚至也没有读完,所以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赚不到一百万美元。 他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要在这个聚会上演讲。 他向大家问好,他说,他刚刚从瑞士回来,现在在芝加哥,准备去拉斯维加斯。 他告诉我,有人付钱,请我去瑞士演讲,还是很不错的价钱。 他让我转告大家,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你最好的东西还没有到来,你有一个梦想,你有一个梦想,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大梦想,改变世界的大梦想。 我希望,你有一个别人嘲笑的梦想。 因为,如果别人不笑话你,要成为钻石的梦想。 如果别人不笑话你,想要移动属于自己的大厦。 如果别人不笑话你,设立一个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奖学金,那么你的梦想还是不够大。 你有一个梦想,疯狂的梦想,荒谬的梦想。 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说过,你一定要做一个梦想,然后要有渴望,去得到梦想。 有个人半夜醒来,想喝汽水,他打开冰箱,家里的汽水已经喝完了。 他打开窗帘,看到外面在下雪,他喝了一杯水,继续睡觉。 他其实不是那么渴望喝汽水。 另一个人半夜醒来,想喝汽水,他打开冰箱,家里的汽水已经喝完了。 他打开窗帘,看到外面在下雪。 他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和手套,走了几百米,去附近的一家便利店买汽水。 但是那家店关门了,他只好回家,喝了一杯橙汁,然后上床睡觉。 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渴望喝汽水。 另一个人半夜醒来,想喝汽水,他打开冰箱,家里的汽水已经喝完了。 他打开窗帘,看到外面在下雪。 他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和手套,走了几百米,去附近的一家便利店买汽水。 但是那家店关门了,他继续向前走,走了八里路,另一家便利店也关门了。 他继续向前走,走了一里路,找到一个加油站,那里有自动售货机。 但是那里的汽水也卖完了。 他继续向前走,继续寻找,继续向前走,继续寻找,直到他买到苏打水为止。 如果为了一瓶汽水,你愿意走这么远的路,为了你的梦想,你愿意走多远呢? 这是一个你要好好问自己的问题,你要每一天都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生活迟早会考验你的,看看你究竟多么渴望得到梦想。 有一位女士,生长在密西西比州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小镇上,她童年的生活非常贫穷,她想上大学,人们对她说,这不可能。 她所在的小镇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后来她考上了田纳西州立大学,她说,我想参加选美,我要成为田纳西小姐。 别人对她说,这不可能,你没有其他女孩子那么漂亮耀眼,但是她有着一个大梦想,她后来成为了田纳西小姐。 她说,我想上电视和电台,别人对她说,这不可能,这太荒谬了。 但她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她去到马里兰州巴尔蒂摩电视台,成为一名新闻主播。 后来,她离开巴尔蒂摩,去到芝加哥电视台,哀求电视台经理给她一个机会。 他们让她主持早上好芝加哥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很快成为金牌节目。 他们再让她主持另一个更重要的节目,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收视率。 这个节目如此受欢迎,他们把这个节目改名为奥普拉温福利脱口秀。 但是,她没有停下梦想脚步,她坚持做一些荒谬的梦想。 她说,我不想只是在芝加哥播放这个节目,我想走向全国,我想要一个全国性的电视清谈节目。 别人说,这太荒谬了,只有菲尔当娜才能主持全国性的电视清谈节目。 但是,她成功了,她不仅仅打败了菲尔当娜,而且让她失落地离开了脱口秀舞台。 她说,我想上电影。 别人说,奥普拉,这太荒谬了,你怎么可能上电影呢? 你从来没有上过电影啊。 但是,她主演了电影《紫色》,而且得到了奥斯卡大奖的提名。 她说,我想有我自己的电影公司。 别人说,这太荒谬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她创办的哈坡电影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之一。 她说,我想拥有我自己的杂志,我想让我的照片上每一期的封面。 别人说,这太荒谬了。 现在,你们都知道,欧杂志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杂志。 去年,她成为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 她是美国第一个黑人女性亿万富翁。 我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你们,你的想法会有多么荒谬呢? 你的梦想会有多么荒谬呢? 你一定要做一些荒谬至极的梦想。 建立梦想之后,下一件事情是,你要做出决定。 你要决定好,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决定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切割。 当你做出决定以后,你将会切掉一些东西。 如果你希望梦想成真,那么你就要切掉一些人,一些地方和一些事情。 这是很不舒服的。 首先,你要切掉一些人,你要切掉一些消极思维,想法琐碎,目光短浅的人。 这些人会阻碍你实现梦想。 你知道这些人是谁? 这些人会用有趣的眼光来看着你。 即使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还是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怀疑的种子会扼杀你的梦想。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乐队里吹小号。 每一天,我都会去到乐队训练。 我父母问我,你为什么不在那个乐队里做歌手呢? 我说,不知道。 他们说,你能做到。 我很怀疑说,真的吗? 他们说,你当然能做到。 我说,真的吗? 他们说,当然。 这样来回几次以后,我兴奋起来。 我说,好吧,好吧,我能做到。 好吧,好吧。 白天,我练习唱歌。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练习唱歌。 每一个人都是我唱得好。 只有一个人向我泼冷水。 我当时还以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是乐队的主唱。 他对我说,你唱不了的,你的歌唱得太差劲了,声音很难听。 他嘲笑我,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我想哭,可是我不想让其他男孩子看到我哭,我忍住了眼泪。 我一个人走到角落里,对自己发誓说,我这辈子只要活着就再也不唱歌了。 整整三年时间,我一直坚持这个发誓,没有唱歌。 在学校,在家里,在教会里,我都不唱歌。 我甚至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也不唱歌,因为我很自卑。 他们在我心里种下来怀疑的种子。 种子是别人种下的,但我自己却浇灌它,我给它施肥。 在我的思想里,它由一棵小种子长成了一棵高高的红杉树。 我坚信我不能唱歌了。 三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夜总会乐队里吹小号。 有一天,乐队主唱生病了,那天晚上不能表演。 老板对我们说,今晚一定得有人唱歌啊。 威力,今天晚上你来唱吧。 我说,不行,我唱不了。 他说,你一定要唱。 我说,我不唱。 他说,你一定要唱。 我说,我不唱。 他说,一定要唱。 我说,我不唱。 他说,你要么唱歌,要么就滚蛋。 我别无选择,闭上眼睛,用尽力尽可能地高声地唱歌。 唱完以后,我睁开眼睛, 发现人们都停下舞步,看着我。 我继续唱。 然后,人们热烈鼓掌。 我继续唱,他们热烈鼓掌。 那天晚上,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我一手一手地唱下去。 从那以后,我到处去唱歌。 在招待会上,在毕业典礼上,在这样那样的场合,我都去唱歌。 我终于回过神来,我的朋友跟我撒了个谎。 后来,我去到好莱坞,林肯音乐厅,肯尼迪音乐厅等地方唱歌。 我唱的歌,录成了唱片。 在全世界各地,只要我去演讲,我都会唱歌。 因为,我不再听那些消极的人了。 不要相信那些消极的人。 不要相信那些消极的人。 消极的人会告诉你,你年纪太大了,不可能再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了,不可能做一些新的事情了。 我总是想,这和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年龄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呢? 山德市上校创办肯德基炸鸡的时候,已经65岁了。 卡拉·佩勒女士在她85岁的时候,出演了牛肉在哪里这个电视广告,并且让这句话在一夜之间传遍美国。 乔治·本恩在99岁的时候,居然有勇气和总部在伦敦的跨国发行屋剪刀王国公司签了十年的代言协议。 她说,她本来想签二十年合同的,但是她担心这家公司活不了二十年。 所以,只签了十年。 德兰妮姐妹在姐姐一百零二岁,妹妹一百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别人对她们说,别浪费时间了,你们写不成的,你们太老了。 结果,她们的书《我们要做主》成为了国际畅销书。 在好莱坞上演,在电视台做了专题,这对姐妹在超过一百岁的时候成为了百万富翁,因为她们坚决不听那些负面信息。 只要你本人不介意,年龄就不是问题。 各位,请你们做出一个决定,远离那些消极的人,这是第一个决定。 你要做出的第二个决定是,当你开始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莫非一定会前来拜访你的,你要如何做呢? 你们都听说过莫非定律吧?莫非定律说,事情如果有可能变坏的话,它就一定会变坏,而且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变坏。 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请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莫非已经有了你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他会来到你家拜访你的。 我不知道莫非什么时候会来,但我确信他总有一天会来的,他会去到每一个人的家里。 各位,你总有那么一天的,当你见到莫非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些决定,你们都应该上过小学一年级吧? 非常好,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要学好阅读和书写,有两个标点符号是你必须知道的。 一个是逗号,另一个是句号,句号的意思是整句话结束了,没有更多的话讲了,逗号的意思是暂停,过度。 接下来还有,当莫非来拜访你的时候,当有些事情搞砸了的时候,当你计划好的事情不能如期发生, 你需要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那就是,这是一个挫折句号,还是挫折逗号。 接下来还有,还有更多的故事。 各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事情总会发生。 三年前,莫非定律发生在我身上,我在外地演讲的时候,我接到哥哥打给我的电话,他告诉我妈妈生病了,他们把他送去了医院。 现在,站在各位面前的是妈妈的一个心肝儿子,我很爱我妈妈,当我在家的时候,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我都会去做健身, 然后去便利店买一杯咖啡,一根香肠和一个三明治,带给妈妈,然后去看他,每一天都是如此。 当我在外面演讲的时候,每一天,我妈妈都会接到我的电话,不管我在日本,还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新西兰,我每天都会和妈妈聊天。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已经在医院里了,这是堵塞性心脏衰竭发作。 一天之后,我妈妈去世了,我大受打击,大受打击,我哥哥和我还有莱斯布朗,他专门飞来看望我。 我们三个人操办了一个葬礼,四月的剩下日子里,我无法工作,无法演讲,大受打击。 最终,我好不容易地回到了工作上,终于可以继续我的演讲了。 五月五号,我重新开始了演讲。 第二天,我哥哥心脏病发作去世,他是我唯一的兄弟。 我赶到医院,见到他的五个孩子。 我对孩子们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了。 他是一个牧师,一个伟大的男人。 在回家的路上,我全身发抖,完全没有办法开车。 我的妻子不得不过来接我。 回到家里以后,我瘫在椅子上,不停地抽气。 突然,电话响了,我儿子接电话。 我听到,他倒吸一口气。 他对我说,爸爸,弗迪尼亚州的罗斯阿姨打来电话,外公刚刚去世了。 在短短的二十五天里,我失去了我妈妈和我哥哥。 八个小时以后,我失去了我的导师,我的岳父,我的牧师。 莱斯布朗听说了我岳父去世的事情,他夜里打电话给我,包含泪水对我说, 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威力,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说,我也无法相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简直是走过地狱似的。 我说,我的确像是走过地狱似的,那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当你走过地狱的时候,千万不要停下来。 继续往前走,要尽快走出来。 听到他这样说,我开始有了笑,这就是我需要的。 在那个时刻,我只是需要笑。 我想,我应该对我的钻石朋友说什么呢? 如果一些钻石领导人给我打电话,想跟我聊一聊,而他们也像这样,受到一些重大打击的话,我应该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说,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此时此刻,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你可以诅咒,因为玫瑰有刺,也可以庆祝,因为刺上面有玫瑰花。 你可以诅咒,因为你的母亲,哥哥和岳父离开了世界。 你也可以庆祝,因为他们这样走到了天国。 你自己去做出这个决定,你做出的这个决定,会决定你的后半生。 那个时候,我决定我要去庆祝。 我的哥哥48岁的时候去世。 16岁的时候,他刚刚拿到驾照,就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撞上一辆大卡车,差点没命。 幸运的是,他活了三十多年,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二岁了。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这是匪夷所思的。 人们当时一直说,不要在四十岁以后生孩子。 感谢上帝,我妈妈没有听信这些宣传。 各位,当你走过这个过程,活出你的梦想, 成为你应该成为的样子。 做所有你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挫折和困难的。 但是,你要做出一个决定,那些挫折其实什么都不是, 只是为你取得更大成功,做好准备。 各位,你生命中的最好还在后面。 首先,你要有一个梦想,其次,你要做决定。 最后,你要行动。 你做的越多,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 圣经说,只要问的话,你就会得到回答。 你追求的话,就会得到。 敲门的话,就有人给你开门。 任何人只要问的话,就会得到回答。 任何人只要追求,就会得到。 任何人只要敲门,就有人开门。 大多数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他们什么都不问,他们什么都不追求,他们什么门都不敲,然后他们整天纳闷,为什么到处都是不? 你必须行动。 我希望,当你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你听了所有这些演讲嘉宾以后,我希望你变得疯狂起来。 我希望你做出承诺,那就是,如果你没有让自己的生意翻一番,那就这样去做。 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做到。 我挑战你们去这样做,今年,要让自己的生意翻一番,因为其他人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 如果别人可以做到,而造主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必须战胜那些自我打败的思想,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你生命中的最好还在后面,但你一定要做出承诺。 你要承诺于提升自己,我知道什么改变了我,那就是我读的书和听的CD。 我做出承诺去改变我的输入,因为我发现,我的输入决定了我的输出。 电脑语言说,垃圾进去,垃圾出来。 我想鼓励各位,你的钻石领导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工具,我们把工具带到了你们面前,我希望你们成功。 你们都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渴望你们成功,你们都不知道我是多么渴望你们致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多么渴望你们去达成你们内心的画面。 只要你行动起来,你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最近,我在思考着可以传承财富的话题,不是得到一代人的富裕,而是可以传承的财富。 我希望创造足够多的财富,让我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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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走进客厅,看到墙上我的照片,跑过来亲吻我的照片,说我的曾曾曾曾祖父,感谢你在早年的时候开创了一番这样的事业。 我希望你的子孙也能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辛苦工作,做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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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会得到一个仍然繁荣发展的国家。 莱斯布朗说过,如果你今天做了其他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明天你就会得到别人不能得到的收获,你们需要做出决定,然后行动。 很多年以前,我还在教育系统工作,那是我最后一份全职工作。 有一天,我和儿子一起跑步,刚好经过那所学校。 儿子问我,爸爸,你曾经在那个学校工作吗? 我说,是啊。 他说,爸爸,你被辞掉了吗? 我说,没有啊,儿子,我是自己放弃的。 他说,什么? 我说,我是自己放弃的。 他一下子哭了,他说,爸爸,你教过我永远不要放弃的,你说过永远不能半途而废。 我还以为爸爸是从来不会放弃的。 他不停地抽搐,我拿出手帕,帮他擦干泪水,对他说,我今天要教给你一个生命的教训,希望你一辈子不要忘记。 他一边抖着身体,一边说,好吧,爸爸。 我说,儿子,我放弃那份工作不是因为我半途而废,我放弃是因为我要向上走。 各位,有时候,你们的确需要放弃一些把你压在下面的东西,放弃那些让你眉头发紧的东西,放弃那些绑住你手脚的东西。 你需要从那些东西里跳出来,一路上让自己长出翅膀,你自己去做出那个决定。 梦想就在你的眼前,但你要愿意付出行动,你要愿意成长自己。 本杰明·弗兰克林说,你往头脑中投入一分钱,他就会往你的口袋投入一元钱。 你一定要愿意投资自己,你必须愿意投资在自己身上,因为这是改变我生命的东西。 吉姆·罗恩说,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个千万美元的大房子,你肯定会在里面找到一个图书馆。 人们买这些价值千万的大房子,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图书馆而买它呢? 还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图书馆而让他们能够买到这个大房子? 是什么改变了我的生活? 是什么改变了我的家庭? 是什么改变了我的财务状况? 是什么改变了我的未来? 答案是我所读过的书和所听的CD。 我希望你们成长,你们有多少人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活出自己梦想的。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有些人穿越了暴风雪来到这里,你就是需要这样的渴望。 如果你真正严肃对待成功,你现在就要继续往前走。 明天早上,要早早起床,要确保自己参加明天所有的环节,让自己精疲力竭地回到家。 我希望你通过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不同,进而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 你首先要成为,才能做到。 好了,各位,今天晚上,我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 这将是改变你的生命的一个周末。 但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些更大的东西。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 学校公共广播说,有一个激励演讲家来学校演讲, 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 我对老师说,我不需要参加,我不需要励志, 我要留下来做作业,我的作业已经晚交两个星期了。 老师说,年轻人,你确实需要一些激励。 我说,我不想去,我不需要那些激励的东西。 老师说,你必须去,每个人都要参加。 我说,我不想去。 他说,你必须去。 我不想去,你必须去。 我不想去,你必须去。 我说,好吧,我想你可以让我去,但是你不能逼我听。 我走到演讲大厅,坐在最后一排,用帽子遮住头, 自己给自己唱歌,自己给自己开会, 坚决不听那个男人滔滔不绝的演讲。 但是,他讲到了某个地方,他的某个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 他说了一些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他说,这个房间里,有着一些人,有着一些非常独特的地方。 这个房间里,有着一些人,内心里有着伟大的潜力。 在这个房间里,有着一些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但是,我一丁点也不怀疑, 这个人就在你们中间。 就在那一刻,我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被唤醒了。 有一些一直以来沉睡的力量,进入了我的身体。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那就是我,他说的那个人就是我,那就是我了。 当那位演讲者讲完之后,他走下讲台, 在中间过道,向后面走过来。 我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先生。 他停下脚步,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气喘吁吁。 我想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我。 可是我太激动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大声喘气。 过了几秒钟,他对我点点头,就离开了。 我觉得非常沮丧,因为我没有把那句话说出来, 但我同时感到如此兴奋,因为在我内心深处, 有些东西改变了。 很多年过去了,很多年过去了。 五年前,我去达拉斯演讲,在机场的时候, 我再次遇见了这个男人,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从那次高中演讲之后,这是第一次遇到他。 我非常紧张,我的双腿开始发抖。 我走到他面前,对他说,先生,对不起, 对不起,打扰你,我是,他说,你是威力佐理,对吗? 我说,是的。 他说,我在PBS上面见过你,我在电视节目上见过你, 我读过你写的书,写得非常好。 我说,谢谢你先生,打扰你一下。 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在七十年代, 去过华盛顿,在罗斯福高中演讲吗? 他说,我记得。 我问,你还记不记得,你对在场的中学生说, 这个房间里有着一些人,拥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吗? 他说,我记得。 我说,先生,那天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现在,我可以说了,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人。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有理由的。 我到这里来的理由,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房间里,有着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你们中间的某个人,有着非常独特的东西。 你们中间的某个人,有着伟大的力量。 你们中间某个人,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是,我一丁点也不怀疑, 这个人就在你们中间。 下面,我要讲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 来结束这次演讲。 1944年的一天, 一所名牌大学的校长本杰明梅兹, 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 听到有人敲门, 他说,请进。 大幕门打开了, 一个男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进来, 校长马上走上前去, 握住了那个男人的手, 那个男人是老马丁路德金。 老马丁路德金拉着孩子走进办公室, 对校长说, 梅兹教授, 我不想浪费你太多时间, 我只是想介绍你认识我的儿子小马丁路德金, 他今年十五岁, 刚刚从中学毕业, 今年秋天, 他就要进大学读书了, 他十五岁就上大学, 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 他是个好孩子, 从来不给大人找麻烦, 他有很多优点, 可是我总觉得他缺少梦想, 梅兹教授,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今天我来这里是问你能否教我的儿子如何梦想, 请教我的儿子如何梦想, 梅兹教授接受了这个任务, 他递给小马丁一张纸, 告诉他, 每天读这张纸上面的话语, 这会改变你的生命的, 小马丁每天读这张纸, 这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 后来我也看到了这张纸, 他是每天读这些话语, 这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把这些话语写进我的书里, 全世界的读者写信给我, 告诉我, 他们读了我的书第十一页上的那段话, 这段话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这段话语如此深刻, 却如此简单, 这段话语是这样的, 没有达成你的目标, 不是生命的悲剧, 不是的, 生命的悲剧是, 没有一个目标让自己去达成, 没有实现梦想, 不是生命的悲剧, 生命的悲剧是, 不去梦想, 没有实现理想, 不是灾难, 灾难是, 没有理想让你去实现, 没有摘到星星, 不是耻辱, 耻辱是, 没有星星让你去摘, 各位朋友, 今天这个周末, 我希望你们以一个全心的你, 离开这里, 我希望你们带着一个坚定的承诺离开这里, 这个承诺就是,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你们都要梦想, 你们都要做出决定, 你们都要行动, 上天保佑你们, 你们生命的最好还没有到来, 谢谢大家。